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 今天是神所赐福的安息日 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 我想这是神所悦纳的 神借着摩西小玉他要来建造会幕 借着会幕来带领神的显明 我们从会幕的真理里面 我们看见了会幕的功能 第一个神要住在他们当中 第二个就是神要借着会幕传达神 叫百姓遵守的一切的诫命 第三个就是借着会幕 百姓要在神的面前早晚献祭 第四个 神要借着耶贵为百姓寻找可安息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会幕的真理里面 看到了会幕的带领 那么会幕是神荣耀的灵在 也一表将来我们看见了神 借着耶稣基督 祂所设立的教会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同在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传达神 吩咐百姓当遵守的诫命 第三个 教会我们要早晚在神的面前来献祭 第四个 神的灵要早晚为我们 预备可安息的地方 所以主耶稣他这样说 他说你们要卸下一切的重担 不论是吃喝穿 神都在意我们了 所以感谢神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借着守安息日 在世人面前来立下证据 证明我们是神的名 我们也向世人宣告 神是我们的神 感谢主了 那我们今天一整天 那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凑 因为有会议的开会 上午跟下午 所以传道的道理也不太容易讲 因为神的作为 今天所准备的题目 其实他的题目非常的大 没有关系 我们照着圣经 以及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以经解经 能够用谦别的心 顺服的心 还有等候圣灵的启示 我相信 神会借着他的灵来感动你 给你信心 给你安慰 给你造就 同时也给我造就 求圣灵带领 神的作为 我想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都清楚地了解 隐藏是神的荣耀 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这是何等的福气呀 在圣经里面 作者这样说 世人被世上的神 弄下了心眼 看不见神的荣光 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是神保守你们 是神保守我们 是圣灵陪使我们 我们能够来到教会 能够来信耶稣 不就是像保罗所说的 是借着圣灵的启示 借着福音 借着教会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作为 那么我们应当要更加地珍惜 保罗 保罗他有关于十三封书信当中 所提到的 我们有关谈论到了 有关教义论方面的 加拉太书 还有罗马书 以及哥林多前后书 在这当中 那么谈到了神的作为 尤其是在罗马书里面 他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神的作为 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 在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十八节 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第二十一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神的余着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仿佛 必朽坏的人 和飞禽走受昆虫的样式一样 二十四节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吧 二十六节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吧 二十八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吧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看到了保罗 借着罗马书的第一章 来论到耶稣基督 就是这位天上的神 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 能够为主来传这样的福音 福音本是好消息 更是神福音的大能 所以我们从刚刚的本文里面看到了 十八节谈到了神的愤怒 十九节神的事情 还有二十节神的勇能跟神性 这都是我们世人应当要知道的 应当要知道的 可是我们看到许多人他们却怎么样 不明白 他们却迷迷糊糊 他们不知道用人的智慧来看神的智慧 所以神就用人的智慧当作遗嘱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在世上有许多的人不断地在找神 可是他们却找不到这位神 他的作为了 因此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 那么从这个角度 我们要去思考 既然神的作为是明明可知的 因此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作为 第二个 我们应当要去查看神的作为 首先来谈一谈 第一个 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作为 我想这在整个旧业圣经 新一圣经 我们在圣经里面 总共有66卷 在不同的作者 以及不同的历史的背景 都有主题 在主题当中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不可忘记神的作为 那么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诗篇的第78篇 我们看诗篇的第78篇 我们看诗篇的第78篇 这里78篇的第一节讲到了 就是亚撒的讯会师 亚撒的讯会师 除了78篇 还有74篇 在诗篇当中呢 有出现两次属于亚撒的信会师 那么亚撒的诗歌呢 也出现在四篇当中的 50篇 73篇 75跟76 77 79 80 81 82 83 还有88 跟89篇 所以我们看到 亚撒的诗篇的讯会师 跟诗篇 在诗篇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那从整个诗篇的78篇 我们看到了 这个亚撒的讯会师里面 讯会就是要提醒 要教训 要让人回转了 叫做讯会师 那我们看到78篇的第一节 这里作者提醒神的选民 他说 我的民啊 你们要怎么样 要留心听 听我的信会 彻而听我口中的话 第二节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第三节 是我们所听见 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了 宗教教育的重要 他们能够知道神的作为 知道神的话 也是借着一代又传一代 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真理 能够领受真道 不就是借着过去的前辈 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启示 借着圣经 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吗 可见神的话语重不重要 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 你所领受的神迹 其次见证的基础 必须要回归到圣经 用神的话来做衬托 用神的话来做分辨 可以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了 这里的作者 深深地体会到 今天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这是从他们的祖先所传来的 也因为如此 我们看到第四节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来隐瞒 要将神的美德和他的大能 和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人听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要传神 为什么要将神的作为传下去呢 这里说 第一个神的美德 第二个神的能力 第三个就是神他奇妙的作为 那从这三个当作主轴 我们去看看今天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谈呢 我们今天个人的追求的信仰的基础 不就是如此吗 见证神的美德 见证神的能力 还有见证神奇妙的作为 让自己听见 让自己知道 也要让你的后代知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地来重生 希望我们信徒能够将宗教教育 能够落实在我们个人的家庭 让我们家庭能够成为祷告的店 这个很重要的 好了 接下来第五节之后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里说因为 因为他在雅各中律法 律法度 这里的他当然是指了他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神在百姓当中律法度 设律法 并且怎么样 吩咐他们的祖先怎么样 要传给你们所爱的子孙 所以除了要传扬神的美德 要明白神的能力 并且要知道神奇妙的作为 更重要就是回归神的话语 要回归到神的话语 立法度 设立法 这是信仰的基础 要把这样的基础怎么样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第六节 所以是将要生的后代子孙 怎么样 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所以一代传一代 借着口 借着文本 借着文宣 让我们的后代能够知道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 其实它具有代代相传的意义在 我们知道真一书教会是末世的教会 是末世得救的唯一的方舟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 我们必须要知道 就像亚瑟的讯会诗一样 要把神的话语 要把神的美德能力 还有奇妙的作为 能够传下去 能够传下去 那么为什么要传下去呢 第七节 这是墓地 好叫他们能够怎么样 仰望神 仰望神 好叫我们的信徒 我们未来的子孙怎么样 信仰能够仰望神 我们的孩子们 为什么没办法仰望神呢 其实就在刚刚的几个步骤里面看到了 可能缺了口了 要把他弥补起来 如果能够健全起来 在这样的架构里面起来了 清楚了 那么孩子他能够不仰望神吗 他一定是仰望神的 一定仰望神 那接下来呢 也不会忘记神的作为了 不可忘记神的作为 不可忘记 因为有经历 才能够知道 有的知道 你才能够不可以忘记 我们看到许多的信徒 他们小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个人的家族 在一生的当中里面 经历了许多神 莫大的恩典 所以他们体验到了 看见了神的作为 因此他们不可忘记神的作为了 感谢神 今天在场 我们看到了父母亲 有一些人把孩子带到教会来 这就是好的 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能够仰望神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不忘记神的作为 而且这里又说 唯要守他的命令 你要仰望神 不要忘记神的作为 所以说唯要怎么样 唯要守他的诫命 所以命令就是神的吩咐 命令就是神的话语 因此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成为 敬虔的后代 我们个人的期待 我们天上的神 不就是这样的喜悦吗 这是我们从以上所看见的 所以让选民能够留心听神的话 可是接下来 我们看到亚撒的讯会师 他继续谈到了 第八节之后 就是你们要记起 你们的祖先 他们所行的恶行当引为见解了 我们看到第八节 他说不要向你们过去的祖宗 所以 我们过去都说要缅怀 过去雇人的德行 可是我们看到这里 说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就是不好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见了 赤揉揉的把我们的 过去的祖宗的行径 向后代的子孙 让他们能够隐为见见 好的要传扬 那么坏的也要提醒 那么到底什么事呢 第八节 我们的祖宗是怎么样 亡耿背 亡耿背逆 而且居心不振之背 第十节 他们不遵守神的 也不肯照着神的律法而做 第十一节 忘记他所行的恶 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 十七节 他们却仍旧得罪神 在干燥之地 悖逆至高的神 十八节 他们心中试探神 十九节 他们妄论神 三十节 他们生活贪得无厌 三十二节 他们仍旧犯罪 不信神奇妙的作为 三十六节 他们以用口厌媚他 用舌向神说谎 第三十七节 他们的心向神不正 在神的约上对神不忠心 四十节 在旷野背逆神 叫神担忧 四十一节 再三地试探神 四十二节 不追念神的能力 我们看到五十六节 他们仍旧试探神 不守神的法度 反倒退后 行诡诈 五十八节 他们拜偶像 惹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简单把 七十八篇当中的 过去的祖宗的恶行 挑出来 可见 我们看到神的选民 他们在神的带领之下 虽然在他们的一生当中 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可是他们不懂得来仰望神 甚至在安逸的生活当中 就背离了神 所以时间是神的 土地是神的 生命是神的 人的一生的信仰 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可见我们看到 亚撒的这个讯会诗 我们看到作者 传达神 他的语众心肠 对百姓的期待 希望他们的显明 能够隐为渐渐 那从这里也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习行 我们应当要珍惜 不可忘记神的作为 那会导致 神忘记显明的原因 是什么呢 我们过去都说要明白神的作为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导致神 祂忘记了我们的作为了 祂忘记你是神了 祂忘记你是神的选民了 导致神忘记选民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百姓行政物之事 第二个假先知的恶行 那如果从过去的旧约的状况 再去看看今天的 我们末世的真教会 大概就是这两个大项 一个就是百姓行恶 第二个就是假先知的恶行 要去思考 要去明白 那么也因为这样 神会向那些行恶的人 最后来公义的追讨 这个西方亚书 跟哈巴谷先知 以及耶利米先知 可以说是一个 前后时代的先知 他们是被神所使用的工人 在当时世代 那么百姓他们的祷告 是神不垂听祷告的世代 假如今天我们祷告 神不听你的祷告 那是很可悲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的祷告 却蒙神忘记 蒙神不悦纳 甚至告诉他们 你不可以祷告 为什么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 耶利米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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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 在九月圣经963章 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 在第二章的第七节 第二章的第七节 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 证悟自己的圣所 将宫殿的墙盐交付仇敌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宣扬 像在圣会之日一样 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 他拉了准神 不将所收回 并要毁灭 他使外敦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 这里到底为什么 神要故意忘记神的显明 不再纪念神的殿了呢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 神为什么这样发怒 使黑云遮蔽西安城呢 西安城不就是神百姓的保障吗 神却愤怒了 不愿意了 他将以色列的华眉 从天抛在地上了 在他发怒的日子不再纪念了 不再顾喜了 第三节 他发虐怒把以色列的脚前蓝砍断了 第四节 他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 倒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 第五节 主如仇敌 主如仇敌 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 拆毁了百姓的保障 在犹大民中加添了他们悲伤的哭号 第六节 神强夺自己的账目 好像是园中的锅童 才毁坏他的聚会之处 神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了 又在怒气的愤恨中 描述今晚和祭时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百姓行恶 大大的得罪神了 大大的得罪神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神为什么要故意忘记神的显明 因为神的显明怎么样 大大的得罪神 我们刚刚前面有说了 那这个耶利米先知是 生在一个神完全不听祷告的时代 那在耶利米苏的第十五章 我们看耶利米苏的第十五章 耶利米苏的第十五章 神对我说 虽有摩西和撒木尔 站在我面前 待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啊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 叫他们离开吧 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四章的第十节 神对这百姓如此说 这百姓喜爱忘形 不禁止脚步 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 现在要纪念他们的罪恶 追讨他们的恶行 耶和华又对我说 不要为这百姓求好处 他们禁食的时候 我不听他们的呼求 他们信凡计和素计 我也不愿纳 我却要用刀剑饥荒 瘟疫怎么样 灭绝他们了 所以我们从以上 看到了百姓行恶 也因为百姓行恶 神怎么 神不再纪念 不再纪念百姓 这是一个 让人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耶利米苏的第十三章 我们看耶利米苏的第二十三章 在二十三章这里讲到 假先知的恶行 也导致了神忘记选民 不再顾惜选民 我们看耶利米苏的第二十三章 这里第一节 神他清楚地指出 他说那些残害赶散 我草草之羊的牧人 你们是有祸的 那么神 视着那些牧者 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赶散了我的羊群 并没有好好照顾他们 我必追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行 这是神所说的 神所说的 我们看到第十一节 连先知代祭司都是亵渎的 就是在我的殿中 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行 这是神所说的 十三节 先知他们借着巴利说预言 失落的百姓 以色列人走错了路了 十五节 这里说什么呢 因为亵渎的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 流行遍地了 这些先知怎么样 假传圣子 假传神的名 说一言 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 不是出于神的口了 十七节 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 耶路撒说你们必想平安 又对一切按自己亡梗之心而行的人 必没有灾祸临到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了 神的愤怒 二十节 神的愤怒 二十一节 神的愤怒大大的临到了这些显民 所以我们就看见 看到了神的愤怒 三十节 耶路撒说 那些先知 各从邻居偷弃我的 言语 因此 我必与他们反对 我必与他们反对 这三十一节的第二行 又再说了 那么 三十二节 耶路撒说那些 以幻梦为一言 又说 这梦的 与谎言和金花 是我百姓走错路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到底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 看见了 神期待神的选民 能够留心神的作为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 神期待神的选民 不要忘记神的爱 要遵守神的诫命 更期待神的百姓 在管理百姓的 神的仆人 这些先知 这些祭司 等等 都能够 能够行神 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而不是藐视神的祭坛 藐视神的名 甚至最后大大的得罪神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 就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能够先知道 神的作为 我们每一个四代的信徒 我们不可以忘记 不可以忘记神的作为 要把从神所领受的作为 要借着神的话语 不断地来教导 我们的下一代 一代传一代 不要让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这一代 因着我们的犯行 罪行 大大的得罪神 神必定翻脸 神必定翻脸 求神兼顾 感谢神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一起来磨蹈了 感谢主的带领 让我们 这个信徒的临时会议 能够非常顺利地来举开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继续再来谈一下 求神带领我们 有关于神的作为 我们刚刚有分享到的 就是不可以忘记神的作为 为什么不可以忘记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 要建立在神的恩典当中 要将我们的信心 放置在神的道理里面 要将神的话语 不断地传承下来 可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坚持这个信仰 我们会不会犯错得罪神 就像显明犯罪大道的得罪神 而导致了神忘记了你了 这个是很可怕的 再来就是先知作恶 假先知作恶 假神的名来传假意言 这在末世的真教会教会里面 也是要留意 包含我自己要小心 耶稣曾经有说过了 连先知都会来迷惑世人 不是他们愿意来迷惑 而是在灵里面的迷惑 以及在灵里面的混乱 当我们侍奉神 心态不对了 动机不对了 那么魔鬼就找上你了 所以我们看见了 不可以忘记神的作为 这是一代一代 我们信徒应当要留意的 那么行恶的人 神必定要向他追讨 怎么说呢 我们看耶利米苏的第五章 对不起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一章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一章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一章的第十节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一章nh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一章 ism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七章 耶利米苏的第五十一章 第一章的第十节 君王的心因这事耶和华报仇 就是为自己的定而来报仇的 所以你们要树立大旗 攻击巴比伦的城墙 要兼顾辽望台 判定所望的设下埋伏 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 君人所说的所定的意 他已经做成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什么 神祂的愤怒的作为了 神已经显明神的公义 甚至提醒选民 要向世人来报告神的作为 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虽然神曾经兴起了 北方的巴比伦的军队 来攻打神的选民 犹大伙百姓他们行恶 当然罪滔天 神必定刑罚 但是神也必定刑罚 那行恶的北方的加勒底军队 加勒底军队 神难道不知道他们行恶的罪行吗 我们看哈巴谷书 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哈巴谷先知跟西班牙先知 还有耶利宇先知 大概都是同个时代的前后期 那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的第二章 在一千零应该是一千一百面 一千一百面 从第一章这里 这个哈巴谷先知向神来质疑 神为什么你不出手呢 那么第一章的第五节 神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当中 我行一件事 虽然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大时代里面 混乱的时代里面 神早就行了他的功了 从这里让我们提醒了 真耶稣教会在末世的时代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教室的状况 那么有一些人灰心 或是有些人感谢神 可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 从神的角度来看 真教会 因为神毕竟在当中 行出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神的功 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神所行的功 有些时候是超乎 我们可以思想的逻辑 思想的逻辑 你不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法则 以及人所谓的 这个哲理 所谓的逻辑来看神的作为 不行 所以第六节神说 我必兴起迦勒底军队 迦勒底军队是什么 是这个巴比伦 迦勒底军队 迦勒底人 他们是为恶的人 是没有受割理的人 那么这个哈巴古先知 怎么可以容许神的选民 遭受到这些未行割理的 不洁净的百姓 这些人来攻打神的行民 所以哈巴古先知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的 没有办法接受神的作为 所以他非常的质疑 到了第二章 他选择安静的等候 那么等候神的作为 我们看到第三节 二章第三节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宽耀应验并不虚谎 虽然此言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不再此言 指的就是神的愤怒 要临到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犹大国必要被如居了 我们看到第四节 这里之后讲到了 神所侵取的功能 也就是巴比伦的家里底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看到第四节 迦勒底人至高之道 心不正直 那么第六节 怎么样 第六节 这个迦勒底人 他们讲 增添不属于自己的财物 那么第九节 为自己本家继续不义之财 他们是有货的 第十二节 他们专以杀人建成 以罪恶力成的 太可怕了 那么第十五节 他们是给人喝酒 又加上毒物 使人酒醉 好看见他们的下体 他们是非常可怕的人 第十九节 他们拜偶像 所以神所兴取的功能 巴比伦加勒底人 来攻打犹大国 难道神不知道 他们的行径吗 当然知道的 所以我们看到 最后怎么样 一直到了戴仪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戴仪里 清楚地了解 了解了 了解一件事 我们能看到这个戴仪里书 我们看戴仪里书 戴仪里书的 戴仪里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到这个伯沙沙王 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的臣子 什么大摆宴里书的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他们对神不敬重 不敬重神的 从过去他们的 他的这个王 就是尼布贾尼撒王 过去从犹大国 神的圣殿所如去的这些 这些圣殿的器皿 把他摆到了神的庙里面 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后来的王 伯沙沙王 把这些熟悉的器皿 当作酒瓶酒杯来供饮 大大的得罪神了 后来神就显出了异象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 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 在王宫跟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王看到这字的指头 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心意惊慌 而且腰骨好像脱节 双脚相碰 也就是说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那后来呢 后来有人就请了 但依脸来解释这个梦 这个意象 我们看到了但依脸 他这样说 二十五节 第五章二十五节 所写的文字是 尼米尼米提克勒 无法恶心 讲解的是这样 尼米就是神已经数算 你国的年日到此为完毕了 提克勒就是 你被蹭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亏欠了 那么无法恶心呢 就是你的国分裂了 归于马代人和波士人 二十九节 我们看到波莎莎下令 人就将他指涉 给这个弹衣礼穿上 那后来呢 那三十节 当天晚上 这里说 迦勒底王 波莎莎王被杀了 那取而代之的 就是前面所说的 马代人跟波士王联军 马代人大利乌王 年六十二年 取而迦勒底国了 也就是巴比国 整个巴比国 巴比国灭亡了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 可以看见了 神必定追讨那些 行恶的人 这个概念很重要 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行恶的人的行进神 难道不知道吗 神既然能够兴起 迦勒底军队 来攻打神的选民 那么神对他们 他所兴起的攻 这些人的行进 神必定要一一地追讨 这个行管教的杖 神也必定向他们 追讨他们的行进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看到这个百姓 神的百姓后来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这个 百姓虽然是神的儿女 可是百姓如果行恶了 神必定向他们追讨 行恶的结果 圣经里面我们大概都了解了 像好比说 犹大人 犹大国第一次被儒 那么归回是在 这个 祖前的五百三十六年 距离圣殿第一次被儒的时候 六百零六年 刚好是中间是七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因为百姓被儒 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 以色列国 过去第一次被儒 是 祖前的七百二十七年 那第二次被儒 是祖前的七百二十二年 那犹大国呢 是第一次被儒 是六百零六年 第二次是五百九十七年 那第三次被读 是五百八十六年 那一直看见了五百八十六年 整个犹大国灭亡 这是犹大国行恶的结果 可是我们看到后来 这个巴比伦 神虽然兴起功能 可是巴比伦最后也终于 也是在祖前的五百三十九年 灭亡 那么灭在这个波斯王的名下 那么后来这个波斯王 那也整个国家灭亡 是在祖前的三百三十一年 那神兴起了希腊国 希腊王啊 来攻打整个波斯国 所以我们这样看一看 看到行恶的神的显明 那么神的恶 神的心法临大 那么列邦 神警告他们 那么神也必定 追讨了他们的行径 行径 那么我们看到神 祂是有莫大的慈爱 那经过了归回之后 有大国 有没有 就像圣经所说的 江长的灯火 神不吹灭 那么这个压伤了如尾 神不折断 神还是纪念神 跟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约 那么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他们第一次被归归回了 那么第二次是在这个 祖前的四百五十八年 那借着谁 借着这个当时的以色拉 文士啊 带领显明归回 那第三次的归回 是祖前的四百四十五年 甚至于来重建城墙 所以我们从以上做一个结论 一个行恶的人 神必定向他们变脸啦 我们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三章的第十二节 彼得前书 前书的三章第十二节 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 主的耳朵听他们的祷告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变脸 变脸是什么 避兵啦 就翻脸啦 你不要以为你是神的选民 你行恶的神 神会向你变脸 那圣经里面有 好多地方提到神变脸 像立位记的十七章十节 二十章的三五六节 二十六章的第十七节 还有诗篇的三十四篇十六节 耶利米先知的二十一章十节 四十四章十一节 以西节书十四章八节 还有十五章的七节 都在说如果神选民 如果不遵守神的道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不管你是不是神的选民 必定向你变脸 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我们一定要非常地谨慎 遵守神的道 那么第二个要来 要来做一个小节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常常在神的慈爱当中 怎么说呢 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二十节 十一章二十节 那最后我们来念 好不好 二十节 好 请念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至高 反要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资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赐 很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 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去 哇 求神祝福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信徒 都能够清楚看见神的作为 而不是忘记神的作为 我们也不要让神忘记了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最后来唱诗 332首